24日上午 蘭嶼鄉紅頭八帶彎的海灘 就停了大大小小的平板舟 也吸引了鄉內民眾及遊客前往 這次的活動是第三屆海洋杯平板舟競賽 活動開始前 由野遊社區的婦女表演傳統的甩髮舞 炒熱全場的氣氛 我自己有兩次滑平板舟的經驗 都是在100年我們那個拜訪號 我發覺滑平板舟不只要有個人的技巧 還更需要團隊的精神 團隊和諧的這個精神 所以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那平板舟跟飛語過不了關係 如果沒有平板舟我們的飛語文化就沒有 飛語文化沒有我們整個 藍椅的整個核心價值 可能也消失了 所以整個一年的週期裡面 平板舟跟飛語是我們的很重要的一個文化 要延續 讓我們的下一代 讓我們的年輕人 更能了解到 平板舟跟飛語跟我們的文化是息息相關的 鄉長江多利表示 希望透過平板舟及飛語文化 推動觀光旅遊 因此鄉公所特別辦理全鄉性 平板舟競賽 讓全鄉人都有機會參與划船的活動 同時 為迎合觀光需求 業者也推出平板體驗 間接把文化給傳承下來 東台新聞 楊國柱報導 東台新聞 平板總統 平板 平板 公司 平板 公司 平板 感谢观看